喜欢热爱倾向 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之下 刚孵出来的小鹅在破壳而出后 将会热爱并跟随第一个对她和善的生物 那几乎总是她的母亲 但是如果小鹅孵出来那一刻 出现的并不是母鹅 而是一个人 那么小鹅将会热爱并跟随这个人 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 类似的是 刚出生的人类 也会天生就喜欢和热爱对她好的人 也许最强烈的天生的爱 随时准备好被诱发 就是人类的母亲对其孩子的爱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老鼠同样也有爱护孩子的行为 但只要删除某个基因 老鼠的这种行为就会消失 这意味着母老鼠和小鹅一样 体内都有某种诱发基因 就像小鹅一样 每个孩子不仅会受天性的驱使去喜欢和爱 而且也会在其亲生父母 或者养父母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群体中去喜欢和爱 现在这些极端的罗曼蒂克之爱 在人类的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早期的人类祖先肯定会更像原类 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来挑选伴侣 除了父母 配偶和孩子之外 还有什么是人类天生就喜欢和热爱的呢 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 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 他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 而一般来讲 人类终身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 他人的怜惜和欣赏 喜欢热爱倾向造成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 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 促使人们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 对其百依百顺 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 物品和行动 这一点 我们将会在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中讨论 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 喜欢热爱会引发倾慕 反之亦然 倾慕也会引起并且强化喜欢热爱倾向 这种反馈模式一旦形成通常会造成极端的后果 有时候会促使人们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 而不惜故意自我毁灭 喜欢热爱和倾慕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 往往在许多和男女情感无关的领域 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比如一个天生热爱 值得敬仰的人和思想的人 在生活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巴菲特和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很幸运 有时候让我们受益的是相同的人或者思想 有一个人对我们两人都起到激励作用 他就是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 他在杂货店有干不完的活 但干活的时候总是很快乐 沃伦和我对他特别佩服 即使到今天 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之后 我仍然认为弗雷德巴菲特是最好的人 他让我变得更好 那些有可能引起极度的热爱和倾慕的人 往往能够发挥榜样的作用 造成非常好的效果 这对社会政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例如吸引许多令人惊爱 值得倾慕的人进入教育行业就是很明智的做法 在一种与喜欢热爱倾向相反的模式中 刚出生的人类也会天生就讨厌和憎恨对他很坏的人 人类和猴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战争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是持续不断的 例如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 曾无休止地相互征伐 有些部落偶尔会把俘虏带到家里的妇女面前 让他们也享受把俘虏折磨至死的乐趣 尽管有了广为留步的宗教和发达 先进的文明制度 现代社会的战争依然非常野蛮 但我们也观察到 在当今的瑞士和美国 人类巧妙的政治制度 将个体和群体的讨厌与仇恨 引导到包括选举在内的非致命模式当中 但讨厌和仇恨并没有彻底消失 这些心理倾向是天生的 他们依然很强烈 所以英国有这样的格言 政治是正确地处理仇恨的艺术 我们还看到 美国非常流行那些对政敌进行诋毁的广告 就家庭的层面而言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有的人憎恨自己的兄弟姐妹 只要负担得起相关费用 他就会不停地起诉他们 有个很风趣的人叫做巴菲特 他反复地向我解释 穷人和富人的主要区别是 富人能够一辈子起诉他们的亲戚 我父亲在奥马哈当律师的时候 也处理了许多这种家庭内部的仇恨 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念书时 那里的教授教我误权法 然而丝毫没有提及家庭内部的兄弟争端 那时我就称 这所法学院是一个非常脱离现实的地方 他像古代拉牛奶车的马那样蒙上了眼罩 我估计 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在上误权法课程的时候 依然没有提到兄弟之争 讨厌憎恨倾向也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 他能促使深陷其中的人们 忽略其讨厌对象的优点 讨厌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讨厌对象的人 物品和行动 为了仇恨而扭曲其他事实 这种扭曲往往很极端 导致人们的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当世贸中心被摧毁的时候 许多巴基斯坦人立刻认为是印度人干的 而许多穆斯林则认为是犹太人干的 这种致命的扭曲 通常使得相互仇视的双方很难或者不可能握手言和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很难和解 因为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 与另外一方历史中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 很少有相同之处 4.避免怀疑倾向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做出决定 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 这很容易理解 进化在漫长的岁月中 促使动物倾向于尽快清除怀疑 毕竟对于一只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 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 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 人类的猿祖也是动物 这种避免怀疑倾向 与其猿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 人类通过尽快做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 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 他们不能立刻做出判决 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 人们在做决定之前 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戴上一个客观的面具 这个面具能够让人们客观的看待问题 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时看出来 当然 明白人类具有强烈的避免怀疑倾向之后 逻辑上我们可以理解 至少在某些方面 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接受 必然受到这种倾向的趋势 即使有人认为他自己的信仰来自神的启示 他仍然需要思考其他人与此不一样的信仰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避免怀疑倾向是最重要的答案之一 是什么引发了避免怀疑倾向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威胁 又无需考虑任何问题 他是不会急于通过做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 正如我们在后面谈到社会认可倾向和压力影响倾向时将会看到的 引发避免怀疑倾向的因素通常是困惑 压力 在面对宗教问题的时候 这两种因素当然都存在 因而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就是需要有某种宗教信仰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5.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为了节省运算空间 人类的大脑会不愿意做出改变 这是一种避免不一致性的形式 在所有的人类习惯中 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 每几个人能够列出许多他们已经改掉的坏习惯 而有些人哪怕连一个都列举不出来 与此相反 几乎每个人都有大量持续很久的坏习惯 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习惯不好 考虑到这种情况 在许多时候我们说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狄更斯的圣诞欢歌中 可怜的雅各布玛里的鬼魂说 我带着我在生活中锻造的锁链 他说的锁链就是那些起初轻微的难以察觉 在察觉之后又牢固的无法打破的习惯 在生活中维持许多好习惯 避免或者接触许多坏习惯 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 能够帮助人们过上明智生活的伟大原则 同样来自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界 一盎司的预防比一棒的治疗更值钱 富兰克林这句话的部分含义是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的存在 防止一种习惯的养成要比改变它容易得多 大脑的抗改变倾向 还使得人们倾向于保留如下几种东西的原样 以前的结论 重程度身份社会认可的角色等等 人类大脑在进化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产生出这种 但随着快速消除怀疑倾向的抗改变模式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我猜想 这种抗改变模式 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 当人类的原祖还是动物的时候 迅速做出决定对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种抗改变的模式有助于更快的做出决定 它使得我们的原祖能够通过群体协作 而获得生存优势 因为如果每个人的反应总是不停的改变 那么群体协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从人类刚开始识字 到今天拥有复杂的现代生活 中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它是进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如果任由避免怀疑倾向引发的快速决定和拒绝 改变这种决定的倾向相结合 将会使现代人的认知出现大量的错误 而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我们所有人都曾和许多名顽不灵的人打过交道 那些人死抱着他们在小时候形成的错误观念 直到进了坟墓还不肯放手 由于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起的糟糕决定 所造成的问题特别严重 所以我们的法院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对付它 比如在做出决定之前 法官和陪审团必须先聆听辩方的长篇大论 让辩方列举证据为自身辩护 这有助于防止法官和陪审团在判决的时候 犯第一结论偏见的错误 同样的 其他现代决策者通常要求各种团体在做出决定之前 考虑反方的意见 正确的教育 应该是一个提高认知能力的漫长过程 以便我们变得足够有智慧 能够摧毁那些因拒绝 改变倾向而被保留的错误想法 正如在世界顶尖大学任教的凯恩斯爵士 谈及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同事时指出的 新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 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太过复杂 新思想不被接受 是因为他们与原有的旧思想不一致 凯恩斯教授的言下之意 就是人类头脑 和人类卵子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 当一个精子进入卵子 卵子就会自动启动一种封闭机制 阻止其他精子的进入 人类头脑强烈的趋向于与此相同的结果 所以人们倾向于积累大量僵化的结论和态度 而且并不经常去检查 更不会去改变 即便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院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 曾经有人认为 弗洛伊德应该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的唯一人选 但自然科学院系也有人坚持错误的旧观点 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也没那么严重 在这方面 诺贝尔奖得主 普朗克常述的发现者马克思 普朗克最有发言权 普朗克不但以科学研究闻名 而且他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他说 甚至在物理学领域 激进的新思想也很少被旧卫视所接受 与此相反 普朗克说 唯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 较少受到旧理论毒害的他们才能接受新理论 实际上 这种脑梗阻的情况 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于爱因斯坦身上 处在巅峰期的爱因斯坦 非常善于摧毁他自己的思想 但是 爱因斯坦晚年 却从没有完全接受量子力学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成功的化解第一结论偏见的人之一 他很早就训练自己 努力考虑任何有可能证伪他的假说的证据 尤其是在他认为他的假说特别出色时 更是如此 与达尔文相反的做法现在被称为确认偏见 这是一个贬义词 达尔文采用这样的做法 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 人类会由于天生的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犯认知错误 它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例子 证明了心理学洞见一旦被正确地使用 就能够对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有所贡献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 比如 大多数人在生活中 不会表现出于他们的公共责任 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动 而是会忠于职守 扮演好牧师 医生 公民 士兵 配偶 教师 职员等角色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 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做出的重大牺牲 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 毕竟 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 却又未知做出重大牺牲 那他们的行为 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 所以 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木的入会仪式 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 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 壮严的仪式能够强化好的关系 也能够强化坏的关系 黑手党新成员因为投名状而对组织更加忠诚 德国军官因为血势而对希特勒更加忠心 这些都是避免不一致性倾向引发的后果 此外 这种倾向通常会使人们 成为被某些有心计的人所操控的受害者 那些人能够通过激发别人潜意识中的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而博取对方的好感 很少有人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精于辞道 本杰明富兰克林原本是费成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当时他想得到某个重要人物的垂青 于是经常设法请那个人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忙 比如说借一本书给他之类的 从那以后 那个大人物就更加欣赏和信任富兰克林了 因为一个不值得欣赏 不值得信任的富兰克林 与他借书给富兰克林的行为中 暗示的赞许并不一致 富兰克林这种操纵别人帮自己忙 从而令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的做法 如果反过来使用 也会产生非常变态的效果 如果有个人受到操控 故意不停地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贬低甚至憎恨那个人 这种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效应 解释了那句谚语所含的道理 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做过的坏事 这种效应 也解释了监狱中的看守和囚犯 势不良力的现象 许多看守会虐待囚犯 这种做法使他们更加讨厌和憎恨囚犯 而那些被当作畜生一样的囚犯 又会反过来仇视看守 若要消除监狱中 囚犯和看守之间相互敌视的心理 预方应该持续不断地致力于 从一开始就防止虐待囚犯 虐求现象出现时要立刻予以致志 因为它会像瘟疫那样蔓延扩散 如果在更有远见的教育的帮助下 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认知 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提高美国军队的整体效率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是如此强大 乃至一个人只要假装拥有某种身份 习惯或者结论 他自己通常就会信以为真 因而 许多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 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 自己就是那位丹麦王子 许多装好人的伪善者的道德水平 确实得到了提高 许多假装公正无私的法官和陪审团 确实会做到公正无私 许多并护律师或者其他观点的鼓吹者 最后会相信他们从前只是假装相信的东西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了维持现状倾向 给合理的教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但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导致教师不太可能把自己不相信的知识交给学生 所以临床医学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先看 后做 再教的原则 只有自己看过和做过的才能教给别人 当然 教育过程有能力影响教师认知 这未必总是对社会有益 当这种能力流入证件传播和邪教教义传播时 通常会给社会造成糟糕的影响 例如 当年轻的学生被灌输了值得怀疑的政治理念 然后热诚地将这些理念推销给我们其他人时 现代教育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这种推销很少能使其他人信服 但是学生会把他们所推销的东西 变成他们自己的思维习惯 从而受到了永久的伤害 我认为 那些有这种风气的教育机构是很不负责任的 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 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 这是很重要的 6 好奇心倾向 哺乳动物天生就具有好奇心 但在所有非人类的哺乳动物里面 好奇心最强烈的是猿类和猴类 而人类的好奇心又比他的这些近亲强烈的多 在发达的人类文明中 文化极大的提高了好奇心在促进知识发展方面的效率 例如 雅典 及其殖民地亚历山德里亚 人的纯粹好奇心推动了数学和科学的发展 而罗马人则对数学或科学几乎没有贡献 罗马人更专注于矿藏 道路和水利等实用工程 最好的现代教育机构 这样的机构在许多地方的为数身上 能够增强人们的好奇心 而好奇心则能帮助人们防止 或者减少其他心理倾向造成的糟糕后果 好奇心还能让人们在正式教育结束很久之后 依然拥有许多乐趣和智慧 7.康德是公平倾向 康德以其绝对命令而闻名 所谓绝对命令是某种黄金法则 它要求人们遵守某些行为方式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这些方式 那么就能够保证 社会制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应该说 在现代社会 每个有文化的人都表现出并期待从别人那里 得到康德所定义的这种公平 美国一些规模不大的小区里面 通常会有只能供一辆车通过的桥梁或者地道 在这些小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礼让的情况 尽管那里并没有交通标志或者信号灯 许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司机 包括我自己在内 通常会让其他想要超车的司机开到自己前面 因为那是一种当他们想超车时 也希望得到的礼貌行为 此外 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 陌生人之间有文明排队的习惯 这样 所有人都能按照先来后到的规矩得到服务 此外 陌生人往往会自愿平分飞来横财 或者平开意外损失 作为这种公平分配行为的自然后果 当人们期待然而没有得到公平分配时 往往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 过去三百年来 奴隶制度在世界各地基本上被废除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在此之前 奴隶制度已经和各大宗教共存了几千年 我认为 康德是公平倾向式促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因素 八 咽陷度际倾向 如果某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经常挨饿 那么这个物种的成员在看到食物时 就会产生占有那食物的强烈冲动 如果被看到的食物 实际上已经被同物种的另外一个成员占有 那么这两个成员之间往往会出现冲突的局面 这可能就是深深扎根在人类本性中的咽陷 度际倾向的进化起源 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忌明显是非常强大的 并且儿童往往比成年更容易妒忌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种妒忌 通常比因陌生人而发的妒忌更加强烈 这种结果也许是康德是公平倾向造成的 各种神话 宗教和文学作品 用一个又一个的势力来描写极端的艳线 妒忌是如何引起仇恨和伤害的 犹太文明认为这种心理倾向是极其邪恶的 摩西戒律一条又一条命令禁止妒忌 这位先知甚至警告人们 不要去贪图临人的驴子 现代生活中的妒忌也无所不在 比如 当某些大学的资金管理人员或者外科手术教授 拿到远远超过行业标准的薪水时 校园里会一片哗然 而现代的投资银行 律师事务所等地方的艳线 妒忌效应 通常比大学教职员工中的此效应更加极端 许多大型律师事务所担心 艳线妒忌会造成混乱 所以他们历来给所有高级合伙人提供的薪酬 都是差不多的 完全不管他们对事务所的贡献有多大的差别 我同沃伦巴菲特一起工作 分享对生活的观察已经几十年了 听到他不止一次明智地指出 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 而是妒忌 由于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 心理学教科书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谈论艳线 妒忌 但我翻读那三本心理学教科书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内容 实际上 那些教科书的索引上 根本就找不到艳线和妒忌这两个词 毫不提及艳线 妒忌的这种现象 并不局限于心理学教科书 在你们参加过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 有人把成年人的艳线 妒忌心理视为某些观点的原因吗 似乎存在一条普遍的禁忌 禁止人们做出这样的声明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是什么导致这条禁忌的出现呢 我的猜想是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 说某种立场是由艳线妒忌促成的 是对采取那种立场的人的极大侮辱 如果那个人所持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不是错误的 那就更是如此 说某种立场受到妒忌的驱动 被视为等同于说 采取那种立场的人向儿童般不成熟 那么 这种对妒忌避而不谈的禁忌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这种普遍的禁忌就应该影响心理学教科书 导致心理学无法对一种普遍的 重要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9 回馈倾向 人们早就发现和猿类 猴类 狗类和其他许多认知能力较为低下的动物相同 人类身上也有以德报德 以牙还牙的极端倾向 这种倾向明显能够促进有利于成员利益的团体合作 从这方面来讲 它跟许多社会性动物的基因程序很相似 我们知道 在有些战争中 以牙还牙的心理倾向是很厉害的 它会让仇恨上升到很高的程度 引发非常野蛮的行为 许多战争中没有活的俘虏 交战双方非把敌人置于死地不可 而且有时候光是把敌人杀死还不够 比如说成吉思汗 他就不满足于只把敌人变成尸体 他坚持要把敌人的尸体剁得粉碎 拿成吉思汗和蚂蚁来做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成吉思汗对别人残暴无度 动辄加以杀戮 而蚂蚁对其繁殖群体之外的同种类蚂蚁 也表现出极端的致命的敌意 如果和蚂蚁相比 成吉思汗简直太和蔼可亲了 蚂蚁更加好斗 而且在打斗中更加残忍 实际上 易偶 威尔逊曾经开玩笑地说 如果蚂蚁突然得到原子弹 所有蚂蚁将会在18个小时之内灭亡 人类和蚂蚁的历史给我们的启发是 大自然并没有普遍的法则 使得物种内部以德抱怨的行为 能够推动物种的繁荣 如果一个国家对外交往时 放弃以牙还牙的做法 这个国家是否有好的前景是不确定的 如果国与国之间 都认为以德抱怨是最好的相处之道 那么人类的文化将要承担极大的重任 因为人类的基因是帮不上多少忙的了 接下来我要谈谈战场之外的以牙还牙 现在有许多陆木 Road Ridge事件 或者运动场上 也有因为受伤而引起的情绪失控事件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来 在和平时代 人们之间的敌意也可能非常极端 化解过激的敌意的标准方法是 人们可以延迟自己的反应 我有个聪明的朋友叫做托马斯莫菲 他经常说 如果你觉得骂人是很好的主意 你可以留到明天再骂 当然 以德抱德的心理倾向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他有时能够扭转以牙还牙的局面 有时候在战火震撼时 交战双方会莫名其妙的停止交火 因为有一方先做出了细微的友善的举动 另外一方则投桃暴力 就这样往复下去 最后战斗会停止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开战双方在前线的战壕不止一次的这样停战 这令那些将军感到非常恼火 很明显 作为现代社会繁荣的主要推动因素 商业贸易也得到人类投桃暴力的天性的很大帮助 利己利人的原则和回馈倾向相结合 会引起许多有建设性的行为 婚姻生活中的日常交流 也得到回馈倾向的帮助 如果没有回馈倾向的帮助 婚姻会丧失大部分的魅力 回馈倾向 不但能够和激励机制的超级威力结合起来 产生好的结果 它还跟避免不一致性倾向 共同促成了以下结果 人们履行在交易中做出的承诺 包括在婚礼上做出的忠于对方的承诺 牧师、鞋匠、医生和其他所有职业人士恪守职责 做出正确的行为 与其他心理倾向和人类翻跟斗的能力相同 回馈倾向 很大程度上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 所以有些人能够把这种倾向变成强大的力量 用来误导他人 这种情况一直都有发生 例如 当汽车销售员 慷慨地把你请到一个舒服的地方 坐下 并端给你一杯咖啡时 你非常有可能因为这个细小的礼节性行为 当了一回冤大头 买车的时候多付了500美元 这远远不是销售员用小恩小惠 所取得的最成功的销售案例 然而 在这个买车的场景中 你将会处于劣势 你将会从自己口袋里额外掏出500美元 这种潜在的损失多少 会让你对销售员的是好保持警惕 但假如你是采购员 花的钱来自别人 比如说某个有钱的雇主 那么你就不太会因为要额外付钱 而反感销售员的小恩小惠 因为多付出的成本是别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销售员通常能够将他的优势最大化 尤其是当采购方式正腐蚀 因此 聪明的雇主试图压制从事采购工作的职员的回馈倾向 最简单的对策最有效 别让他们从供应商那里得到任何好处 山姆沃尔顿赞同这种彻底禁止的思想 他不允许采购员从供应商那里接受任何东西 哪怕是一个热狗也不行 考虑到大多数回馈倾向 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沃尔顿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我是国防部的负责人 我会在国防部实行沃尔顿的政策 在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 西奥迪尼出色地证明 实验员有能力通过诱发人们潜意识的回馈倾向来误导他们 展开实验的西奥迪尼吩咐他的实验员 在他所在的大学校园里闲逛 遇到陌生人 就请他们帮忙带领一群少年饭去动物园参观 因为这是在大学校园里发生的 所以在他们抽中的大量样本中 每六个人有一个真的同意这么做 得到这个六分之一的统计数据之后 西奥迪尼改变了实验的程序 他的实验员接下来又在校园里闲逛 遇到陌生人 就要求他们连续两年 每周花大量时间去照顾少年饭 这个荒唐的请求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拒绝 但实验员跟着又问 那么你愿意至少花一个下午 带那些少年饭去参观动物园吗 这将西奥迪尼原来的接受率从六分之一 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到整整三倍 西奥迪尼的实验员所做的是做出小小的让步 于是对方也做出了小小的让步 由于西奥迪尼的实验对象 在潜意识中做出了这种回馈式的让步 所以有更多的人非理性地答应 带领少年饭去参观动物园 这位教授发明了如此巧妙的实验 如此强有力地证明了某个如此重要的道理 他理应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实际上 西奥迪尼确实得到了这种认可 因为许多大学向他学习了大量知识 回馈倾向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假如有许多法学院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 代表客户到处去谈判 却完全不了解西奥迪尼的实验 所展现的潜意识思维过程的本质 那该是多么愚蠢的事 然而 这种蠢事在世界各地的法学院 已经发生了好几十年 实际上是好几个时代 这些法学院简直就是在误人子弟 他们不知道 也不愿意去传授山姆 沃尔顿了解得十分清楚的东西 回馈倾向的重要性和效用 也可以从西奥迪尼对美国司法部长批准 偷偷进入水门大厦的愚蠢决定的解释中看出来 当时有个胆大包天的下属提议 为了谋取共和党的利益 不妨使用妓女和豪华游艇相结合的手段 这个荒唐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 那下属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只要求得到批准 以便偷偷摸摸地去盗窃 于是司法部长默许了 西奥迪尼认为 潜意识的回馈倾向 是导致美国总统在水门丑闻中下台的重要因素 我也持相同的观点 回馈倾向微妙地造成了许多极端而危险的结果 并且这种情况绝不少见 而是一直以来都有很多 人类对回馈倾向的认识 在被付诸实践数千年之后 已经在宗教领域 干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坏事 特别令人发指的例子来自 斐尼基人 凡尼沈和阿兹特克人 他们会在宗教仪式上将活人杀死 作为牺牲品供奉给他们的神灵 我们不应该忘记进入在加太极之战 也称布密战争 是罗马人在向地中海扩张中 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 同加太极人之间的三次战役 中文明的罗马人由于担心战败 重操了几次杀人献祭的就业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人们基于回馈心理 认为只要行为端正 就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 这种观念 有可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 总的来说 我认为无论是在宗教之内 还是在宗教之外 回馈倾向给人类带来的贡献 远远比它造成的破坏要多 而就利用心理倾向来抵消 或者防止其他一种 或多种心理倾向引起的糟糕后果而言 比如说 就利用心理干预来终止化学药物依赖 戒毒或酒 而言回馈倾向往往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也许就是情感关系 情感关系中的双方 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取悦对方 而非如何被取悦 在回馈倾向的作用之下 这样的情况并不算罕见 在结束离开回馈倾向的讨论之前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是 人类普遍受到负罪感折磨的现象 如果说负罪感有其进化基础的话 我相信最有可能引起负罪感的因素 是回馈倾向和奖励超级反应倾向之间的精神冲突 奖励超级反应倾向 是一种推动人们百分百的去享受好东西的心理倾向 当然 人类的文化通常极大的促使这种天生的倾向 受到负罪感的折磨 具体的说 宗教文化通常给人们提出一些 很难做到的道德要求和奉献要求 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爱尔兰天主神父 他经常说 负罪感可能是那些犹太人发明的 但我们天主教徒完善了它 如果你们像我和这位神父一样 都认为负罪感总体上势力多于弊的 那么你们就会和我一样 对回馈倾向存有感激之心 无论你们觉得负罪感是多么的令人不愉快 10 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 斯基纳研究过的标准条件反射 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条件反射 在这种条件反射中 创造出新习惯的反射行为 是由以前得到的奖励直接引起的 例如 有个人买了一罐名牌鞋油 发现这种鞋油能把鞋擦得特别亮 由于这种奖励 下次他需要再买鞋油时 还是买了这个牌子 但条件反射还有另外一种 反射行为是由简单的联想引发的 例如 许多人会根据从前的生活经验 得到这样的结论 如果有几种同类产品同时在出售 价格最高的那种质量最好 有的普通工业品销售商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他通常会改变产品的外包装 把价格提得很高 希望那些追求高质量的顾客会因此而上当 纯粹由于他的产品极其高价格引起的联想 而成为购买者 这种做法通常对促进销量很有帮助 甚至对提高利润也很有作用 例如 长期以来定价很高的电动工具 就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绩 如果要销售的产品是油井底下用的油泵 那么这种高定价的做法起到的作用会更大 提高价格的销售策略对奢侈品而言尤其有效 因为那些付出更高价格的顾客 因此而展现了他们的良好品位和购买力 所以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联想 只要加以仔细的利用 也能对产品购买者产生极端的特殊影响 鞋油的目标购买者或许很喜欢漂亮女孩 所以 他选择了那种外包装上印着漂亮女孩的鞋油 或者他最近看到有漂亮女孩做广告的那种鞋油 广告商了解单纯联想的威力 所以 你们不会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中有儿童死亡的场面 与之相反 可口可乐广告画面中的生活 总是比现实生活更加快乐 同样的 军乐团演奏的音乐那么动听 也绝对不是偶然的 人们听到那种音乐 就会联想起部队生活 所以它有助于吸引人们入伍 并让士兵留在军队里 大多数军队懂得如何用这种成功的方法来使用简单联想 然而 简单联想造成的罪局破坏性的失算 往往并不来自广告商和音乐提供者 有的东西碰巧能让人联想起他从前的成功 或者他喜欢和热爱的事物 或者他讨厌和憎恨的事物 包括人们天生就讨厌的坏消息 有些最严重的失算是由这样的东西引起的 若要避免受到对从前之成功的简单联想误导 请记住下面这段历史 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其他地方战无不胜 于是他们决定侵略俄罗斯 结果都是一败涂地 现实生活中 有许多势力跟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例子差不多 例如 有个人愚蠢的去赌场赌博 竟然赢了钱 这种虚无缥缈的关联促使他反复去那个赌场 结果自然是输得一塌糊涂 也有些人把钱交给资质平庸的朋友去投资 碰巧赚了大钱 尝到甜头之后 他决定再次尝试这种曾经取得成功的方法 结果很糟糕 避免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做蠢式的正确对测试 谨慎地审视以往的每次成功 找出这些成功里面的偶然因素 以免受这些因素误导 从而夸大了计划中的新行动取得成功的概率 看看新的行动将会遇到哪些在以往的成功经验中 没有出现的危险因素 喜欢和热爱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伤害 这可以从下面的势力看出来 在某庄官司中 被告人的妻子原本是一名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 可是却做出了明显错误的证词 那位著名的控方律师 不忍心攻击这位如此可敬的女士 然而又想摧毁其证词的可信性 于是他摇摇头悲伤地说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证词呢 答案就在那首老歌里面 丈夫是什么样 妻子就会是什么样 他嫁给了小丑 小丑的卑鄙无耻拖累了他 法官因此没有采信这位女士的证词 他们轻而易举地看出 她的认知已经受到爱情的强烈影响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母亲受到爱的误导 在电视镜头面前声泪俱下 发自内心地认为 他们那些罪孽深重的儿子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这种被称为爱的联想 在多大程度上会令人盲目 人们的意见不尽相同 在《穷理查年鉴》中 富兰克林提议 结婚前要睁大双眼看清楚 结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许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是正确的 但我喜欢一种更难做到的办法 实事求是的看清现实 可还是去爱 憎恨和讨厌也会造成有简单联想引起的认知错误 在企业界 我常常看到 人们贬低他们讨厌的竞争对手的能力和品德 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通常不易察觉 因为它是发生在潜意识层面的 有关某个人或者某个讨厌结果的简单联想 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常见的恶果 这可以从波斯信史综合征中看出来 古代波斯人真的会把信史杀掉 而这些信史唯一的过错是把真实的坏消息 比如说战败 带回家 对于信史来说 逃跑并躲起来 真的要比依照上级的心愿完成使命安全的多 波斯信史综合征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很常见 尽管不再像原来那样动辄出人命 在许多职业里 成为坏消息传递者真的是很危险的 工会谈判专家和雇主代表通常懂得这个道理 他在劳资关系中引发了许多悲剧 有时候律师知道 如果他们推荐一种不受欢迎 然而明智的解决方案 将会招来客户的怨恨 所以他们会继续把官司打下去 乃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在许多已认知程度高而著称的地方 人们有时候也会发现波斯信史综合征 例如几年前 两家大型石油公司 在德克萨斯的审判庭打起了官司 因为他们合作开发西半球最大油田的协议中 有含糊的地方 我猜想 他们打官司的起因是某位法律总顾问 先前发现合同有问题 却不敢把坏消息告诉一位刚毙自用的CEO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巅峰期行将结束的时候 就以波斯信史综合征闻名 因为董事长佩利特别讨厌那些告诉他坏消息的人 结果是佩利生活在谎言的壳子之中 一次又一次的做出了错误的交易 甚至用大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 去收购一家后来很快被清盘的公司 要避免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样 因波斯信史综合征而自食其果 正确的对策是有意识的 养成欢迎坏消息的习惯 伯克希尔有一条普遍的规矩 有坏消息要立刻向我们汇报 只有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等待的 还有就是要保持明智和消息灵通 那就是让人们知道 你有可能从别处听说坏消息 这样他们就不敢不把坏消息告诉你了 受简单联想影响的倾向 通常在消除以德报德的自然倾向方面有惊人的效果 有时候当某个人接受恩惠时 他所处的境况可能很差 比如说穷困潦倒 疾病缠身 饱受欺凌等等 除此之外 受贿者可能会妒忌失贿者优越的处境 从而讨厌失贿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失贿的举动 让受贿者联想起自身的不幸遭遇 受贿者不但会讨厌那个帮助他的人 还会试图去伤害他 这解释了那个著名反应 有人认为是亨利福特说的 这人为什么如此憎恨我呢 我又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情 我有个朋友 现在姑且叫他格罗兹吧 乐山好事的他有过一次啼笑皆非的遭遇 格罗兹拥有一座公寓楼 他先钱买下来 准备将来用那快递来开发另外一个项目 考虑到这个计划 格罗兹对房客非常大方 向他们收取的租金远远低于市场价 后来格罗兹准备拆掉整座大楼 在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时候 有个欠了许多租金没有交的房客 表现得特别气愤 并在听证会上说 这个计划太让人气愤了 格罗兹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钱 我清楚得很 因为我就是靠格罗兹的奖学金才念完大学的 最后一类有简单联想引起的严重思维错误 出现在人们经常使用的类型化思考中 因为彼得知道乔伊今年90岁 也知道绝大多数90岁的老头脑袋都不太灵光 所以彼得认为老乔伊是个糊涂蛋 即使老乔伊的脑袋依然非常好使 或者因为阿珍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而且彼得知道没有老太太精通高等数学 所以彼得认为阿珍也不懂高等数学 即使阿珍其实是数学天才 这种思考错误很自然 也很常见 要防止犯这种错误 彼得的对策并非去相信90岁的人 脑袋总的来说跟40岁的人一样灵活 或者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多 与之相反 彼得必须认识到 去世未必能够正确的预测终点 彼得必须认识到 他未必能够依据群体的平均属性 来准确的推断个体的特性 否则彼得将会犯下许多错误 就像某个在一条平均水深18英寸的河流中 被淹死的人那样 和应该不够依损一样的程度 不仅价写的 不仅价写的 你能够责的 你能够责的